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旧金山一间知名的海鲜餐厅涉嫌歧视亚裔客人 引起各界关注 这间位于旧金山市区Pork街 颇为文明的海鲜餐厅 以生蚝和馅肉沙拉为主打 客人络绎不绝也常常获得美食大奖 不过最近有一名亚裔游客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爆料 指控餐厅涉嫌歧视 这名来自犹他州的亚裔客人描述 8月中旬他和家人朋友慕名前来餐厅用餐 当他们点餐的时候 餐厅的负责人上前招呼为他们服务 但是在点餐的过程中 这名餐厅负责人因故离开 这名亚裔客人于是要求另一名服务员 帮他们完成点餐 没想到餐厅负责人在知道客人要求其他服务员完成点餐之后 竟然火冒三丈态度恶劣的告知这名亚裔客人 说餐厅有规矩 一桌客人只可以向同一个服务员点餐 不明所以的亚裔客人心想 这可能是这家餐厅的特殊服务风格 但是餐厅的负责人却突然对着他们这桌大喊 点心点心 让这名亚裔客人感到莫名其妙严重被冒犯 另一个服务员对他们解释说 在粤菜点心餐厅里 有不同的服务员推车上菜 每一桌客人都可以跟不同的服务员点菜 拿点心 也因此在他们的餐厅内 如果客人对不止一个服务员点餐 那么餐厅内部的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些客人 称之为点心 Dinsome 证明亚裔客人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和餐厅负责人轻蔑粗鲁的态度 于是在社交媒体上po文 把他在餐厅的遭遇公诸于世 他说叫客人Dinsome是种族歧视非常不尊重 餐厅负责人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否认自己歧视雅一 他虽然道歉 却依旧坚持 他说点心餐厅可能会有十个不同的服务员 为一桌客人上菜 所以他们就把向不同服务员点餐的情况 称之为Dinsome 他说这是餐厅内部的术语和种族无关 不过大众显然无法接受他的说法 餐厅在Yelp的评价 差评排山倒海 导致Yelp必须暂时关闭餐厅的留言功能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